男朋友身边有一个明目张胆的追求者是什么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这是我女朋友 林哥 嫂子好漂亮 怪不得这小子经常把女朋友挂嘴边 天天听一阳哥哥夸自己女朋友 我还以为是天仙呢 他都是瞎说的 哥子姐姐你好 我是一阳哥哥的游戏好友 斯苏 在他们的游戏小群里 他毫不掩饰对他的关怀 一阳哥哥 我们一起组队玩最近抖音商超和的梦幻戏友网页版吧 你太偏心了 怎么不带我们玩 我管你呢 我就喜欢和一阳哥哥玩 怎么了 有人找你 我今天不舒服 不来了 一阳哥哥是不是又胃疼了 我去给你送药吧 人家一阳有女朋友 要你送干嘛 我看哥子姐姐不会是那种会照顾人的女生 我确实不太会照顾她 带你去吃好吃的 好巧啊 一阳哥哥 今天是520 这是我给你送的礼物 香水 对啊 是你喜欢的味道 我挑了好久呢 今天是520哦 男生也是需要准备礼物的 哥子姐姐 不过是没有准备吧 趁着人都在 我们上号打跨服帮拍战吧 上次都没完成的 好啊 这个我看别人玩过 还没试过呢 哥子姐姐 你应该不会玩吧 那我让一阳大神带我了 也不会 那你能玩吧 我来带你吧 这是梦幻西游网页版 可是我 只要你想做大神 就可以做 这个网页版特别适合你这种小白 开局就是一身神装 可以一键秒杀全场 真的可以一个到一个 毕竟你手里是无级别 一阳快来啊 你组队都离线了 帮拍战还怎么打 我没空 我正在带我们福尔未来第一眼出动海湾 别的不重要 不愧是宠气狂谱 什么 这小子游戏ID和帮拍名都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 证明你每件柔情似海的双眼心 颜哥哥 你送我回去好不好 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到底哪里不如林哥 他长得没有好看还一点都不懂你 你喜欢的他都不会 可是我会 我希望你做一个有廉耻的人 他什么都不用做 在我身边就好 无论什么礼物 只有我旅朋友送的 才是最好的 为什么你的游戏和帮拍名字 都跟哥有关 女后都玩游戏 我只好改成你的名字 这样的话 就好像你在陪我玩游戏了 让一下 三周年快乐 谢谢亲爱的 电影快开场了 我们进去吧 抱歉啊 我来晚了 为什么他也在啊 哎呦 他在这里就我一个朋友 顺便带上了呗 嫂子你别多想 我们俩这么多年朋友了 够了 干什么都说三个人 到底谁才是你女朋友啊 我们俩纯友谊 你发什么疯啊 你是不是妄想症啊 那么奇妙的怎么 林医生 我是不是真的太敏感了 进化心理学认为 男女之间的友谊 大多数都是从 信吸引力开始的 而这种吸引力的前提 都是始于颜值 啊 简单来说 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 走 我亲自会会她 抱歉啊兄弟 路上太独了 你能不能像个女人一样 我哪能跟你女朋友比啊 人家能装夜抹的 我啥都不会呢 洗个脸就出来了 哦 对了 咱妈明天过生日 一起回去呗 行 嫂子你别介意啊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她妈妈就是我妈妈呢 习惯了 她不会介意的 小媳妇 我来晚了 她是谁啊 哦 我是她发小 小时候演郭佳佳啊 她就老演我的新娘 类似你不会介意的 这男女哪有什么纯友谊 她不是你备胎吧 呦 原来你都还知道啊 这你就受不了了 我可是忍了你们三年 我跟雅夫可不一样 诶 我去那秀儿间 真替萧萧感到不值啊 找了你这么个诈 你说什么呢 我说错了吗 所谓的异性纯友谊 要么就是想靠近对方 要么就是把对方当背水 或者呢 就是单纯享受 异性陪伴的感觉 你和绿茶 属于哪一种呢 你别乱说 你最好离她远一点 贪婪的男人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来 吃一点吧 你别靠这么近 我自己来 她怎么上个厕所 整个人都变了 我说了 异性的吸引 都是始于原则 刚刚在厕所 她注意力全在我身上 我觉得她进行了催眠 现在在她眼里 那个绿茶就是个男人 来吃一点吧 以后咱俩别联系了 我有女朋友的 小叉我们走 你要想清楚了 在这种事情上 男生是要占据主要责任的 你确定 还要继续跟他在一起 你少挑不理解 小叉很爱我 爱你个波罗头啊 死渣男 我从小就是别人眼中 让人恶心的怕 你能出去吗 挤得我的呼吸困难了 电梯又没有超载 对不起 我等下一趟吧 这么早就开吃了 你不会再减肥吧 你这么胖 难度有点大吧 这个世界 总是对我充满了各种恶意 请你喝 别客气 谢谢啊 听说你手绘很厉害 可以帮我吗 就连我喜欢的人接近我 都是带有目的的 好吧 谢谢啊 你怎么老是使唤胖胖啊 我那是为他好 那么胖 多都能才能减肥 我们下次聚餐别叫他了 他一个人就能吃掉 我们一半的聚餐经费 叫他干嘛 所有人都只喜欢瘦子 我只有努力瘦下来 才不会被人讨厌 所以林医生 我知道我自己有厌食症 但是我喜欢饥饿的感觉 这样 我才觉得自己在瘦 是我妈要我来的 但我并不想治好他 你相信催眠吗 只要你戴上这条项链 所有人看到的 就是你变瘦的样子 看看吧 真的 我真的变瘦了 你是盼盼吗 你怎么突然变漂亮了 可能是瘦了点吧 真的好漂亮啊 变瘦真好 大家都正眼看我了 盼盼 晚上有时间一起吃晚饭吗 不了 日记比较忙 帮不了你 买茶到了 谁去拿一下 看我干嘛 你不能自己去拿吗 变漂亮后 也没有人欺负我了 太好了 林医生 变瘦了之后 每个人对我都不一样了 是吗 你看一下手机里的自拍 从始至终 我催眠的只有你一个人 你没有变瘦 只是比以前更加自信了 你是盼盼吗 你怎么突然变漂亮了 是吗 我可能是瘦了一点吧 盼盼 晚上有时间一起吃晚饭吗 不了 最近比较忙 帮不了你 买茶到了 谁去拿一下 看我干嘛 你不能自己去拿吗 那个 我不知道你听见了什么 误会了我 我从来不觉得你胖 你很好 真的 我 我答应你 晚上一起吃饭吧 这似乎是一个提倡好女不过白的时代 被身材绑架的女孩拼命追求白又瘦 但我希望女孩在听到不好的言论的时候 能勇敢地说出 胖怎么啦 吃你家大米啦 我听到他们说出现在了吗 对 你是不是有事 你为什么要衣服 我说出现在了吗 我可以给我来 你把我绝职了吗 啊 我 ripped 感谢观看